第十三章 马可福音 第十三章 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请看,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吗? 这类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为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向圣殿助着。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有好些人慕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当你们听见打仗或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 这些事必须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但你们自己要谨慎, 认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议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站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 对他们作见证。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有人把你们借送去受审的时候, 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 到那时候,刺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圣灵。 兄弟要把兄弟, 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而且你们要为我的命, 被众人憎恨。 但坚忍到底的, 终必不救。 当你们看见那施行毁灭的虚读者,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者经的人要回忆。 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屋顶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家女去拿东西。 在田女的, 不要回去取衣裳。 在哪些日子, 怀孕的, 或乃孩子的, 就苦了。 你们要祈求, 叫这事不在冬天发生。 因为在哪些日子, 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 从没有这样的灾难, 将来也不会有。 若不是主减少哪些日子, 犯血肉之驱的, 就没有一个能得救。 但是为了他所减选的选民, 他将哪些日子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呀, 基督在这里, 看呀, 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或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神即其事。 如果可能, 连选民也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在哪些日子, 哪灾难以后, 太阳要变黑, 月亮也不放光, 众生要从天上聚落, 天上的万丈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 和荣耀交云来临。 他要猜显天使, 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 召集他的选民。 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 当树枝发芽掌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同样, 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 就知道那时候近了, 就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一切都要发生。 天地要废墟, 我的话却绝不废墟。 但那日子, 那时神,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之道。 你们要谨慎, 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何时来到。 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 授权吸引人们, 分泰各人的工作, 又吩咐看门的警醒。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家的主人什么时候来, 是晚上, 或半夜, 或鸡叫时, 或早晨。 免得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的, 要警醒。 今天这段圣经有什么特别呢? 今天这段圣经有什么特别呢? 和第十二章比是很不同。 跟十二章相比是很不同的。 前面都是在圣殿当中的讲话。 前面都是在圣殿里面的讲话。 所以上一次我就讲到圣殿七言。 所以上一章我是讲圣殿七言。 今天来到第十三章。 那今天来到第十三章。 很特别的地方是, 很特别的地方是, 这里是橄榄山的讲话。 这里是橄榄山的讲话。 有它很特别的地方。 这番话不是在圣殿里面讲的。 这番话不是在圣殿里面讲的。 这番话是在橄榄山上面。 这番话是在橄榄山上的。 橄榄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耶稣要由那里去升天。 最特别的地方, 橄榄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 将来也是由那里回来。 将来他也是从那里回来。 所以是, 和旧约, 以色列由大国要亡国之前。 就是跟旧约里面讲到, 以色列要亡国之前。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特别是在以色列书里面所记载的。 以色列见到异象。 神将它带到圣殿当中。 神把它带到圣殿里面。 看见神的荣耀原本停留在基督帕上。 他看到神的荣耀原本停在基督帕上。 在智圣所。 在智圣所。 然后神的荣耀从智圣所去到圣殿的门监。 然后神的荣耀从神的智圣所去到圣殿的门监。 停了很久。 然后再从圣殿的门监升到橄榄山上面。 然后再从圣殿的门监升到橄榄山上。 又在橄榄山停了一段时间。 在橄榄山停了一段时间。 然后从橄榄山升上天。 然后从橄榄山上升上天。 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 现在是耶稣从圣殿出来。 现在是耶稣从圣殿出来。 在圣殿里面讲话。 在圣殿里面讲话。 好像旧约的荣耀停留在圣殿里面。 好像旧约里面神的荣耀停留在圣殿里面。 离开智圣所。 离开智圣所。 去到圣殿的门监。 耶稣在圣殿里面我们过去看到 祂是周围的望周围的看。 过去。 我们提到耶稣在圣殿里面周围看。 其实是神自己。 是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逗留。 其实是神的荣耀。 祂自己的荣耀在圣殿里面逗留。 在耶稣里面看到荣耀 就是很不舍得这样要离开。 离开这个圣殿。 在耶稣耶稣看到神的荣耀是 舍不得离开祂自己的圣殿。 这里耶稣也是。 耶稣也是。 耶稣在圣殿里面讲话。 祂面对很多冲突。 祂最后也在圣殿里面看一下每一个人的奉献。 是不是? 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所讲的。 那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讲到的。 然后到今天呢? 就讲到耶稣离开圣殿。 耶稣离开圣殿。 然后到橄榄山。 祂的讲论就是人子将来要回来。 祂的讲论就是人子将来要回来。 这一章呢? 和旧约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是很平衡。 这一章跟旧约里面讲到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 那个是平行的。 耶稣他是神。 他是有荣耀。 耶稣是神。 他是有荣耀。 他是神的荣耀。 他是神的荣耀。 他在圣殿里面。 然后离开圣殿。 然后离开圣殿。 离开耶路撒冷。 去到橄榄山。 然后橄榄山讲的一番话。 就是关于他要将来回来。 然后在橄榄山上讲的话就是 关于他将来要回来。 而他也在橄榄山上升天。 而他也同时在橄榄山上升天。 然后要从橄榄山那里翻翻。 他也要从橄榄山上回来。 就是从这一个这样的背景。 我这样的角度我们来看第十三章。 就是从这样的背景角度我们来看第十三章。 橄榄山的讲话。 我们分为两大段。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 第一段是一节至到第二十三节。 第一节是一到二十三节。 我给他的标题是灾难临到了要谨慎。 是灾难要来了。 灾难要来。 耶稣不断地叫门徒, 叫神的儿女, 神国的儿女要谨慎。 耶稣不断地叫门徒, 叫神国的儿女要谨慎。 这里是讲神的国。 这里是讲神的国。 我们说神的国临到了。 耶稣上去耶路撒冷, 祂是成就神的国。 耶稣上耶路撒冷来成就神的国。 祂要带下神的国。 但是神的国临到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但是神的国领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景象? 去到最后, 会是怎么样呢? 到最后是会怎么样? 神的国临到。 神的国领到。 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国已经到了。 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在。 我们带着神国的权能起来服侍。 我们带着神国的权能起来服侍。 但是我们在神国里面, 我们怎样看神的国呢? 那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人怎么样看神的国?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耶稣说到最后其实是有灾难的。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耶稣讲到最后是有灾难的。 即是说, 不是神的国临到, 就样样, everything go your way。 不是神的国领到, 就每一样事情都按着你的心意发生的。 那个太理想了, 不真实了。 太理想了, 不真实。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 我们不要以为你一信耶稣, 就样样东西都好, 一些困难都没有。 我们信耶稣的人, 不要太天真地去觉得, 我信耶稣没有困难了。 信耶稣的人是有困难, 但是我们会得胜。 信耶稣的人是会碰到困难, 但是我们会得胜。 神的国也是这样。 去到最后会有艰难的。 到最后是会有艰难的。 但是, 主耶稣叫我们要谨慎。 我们是要面对, 要去得胜。 我们会面对灾难, 但是我们会面对一切的灾难。 灾难是会临到。 我们是会经过。 并且去得胜。 并且要去得胜。 一节至到第二十三节。 一到二十三节。 这里分为四个小段。 这里分成四小段。 那我不会很仔细地讲这四个小段。 那我不会很仔细地讲这四小段。 大概提一提。 就大概提一下。 第一节到第二节。 一到二节。 是耶稣预言圣殿要被毁。 耶稣预言圣殿要被毁。 我们看到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他离开圣殿。 他离开圣殿。 有一个门徒就说, 夫子请看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雨。 有一个门徒就说, 夫子请看这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雨。 耶稣对他们说, 你看见这个大点。 将来有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大殿雨吗?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 耶稣预言圣殿一定会被毁。 耶稣预言圣殿一定会被毁。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不被拆毁。 最后我们也都知道, 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 那我们都知道, 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 后来回教室入侵。 后来回教室入侵。 甚至现在回教室是建在上面。 那现在回教室也盖在上面。 那以色列人在等候第三圣殿。 那以色列人在等候第三圣殿。 其实第三圣殿什么时候呢? 其实第三圣殿什么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以色列人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以色列人已经预备好了。 问题是, 在圣殿山的周围, 你移动一块小小的土地, 都会引来世界大战。 现在。 你在圣殿山周围, 冻一块石头, 也会引来世界大战。 在圣殿山下面。 在圣殿山下面。 滑洞进去, 用一些东西都是不行。 你挖一个洞, 要进去冻一下, 都不行。 是很敏感的地方。 那个是很敏感的地方。 但是耶稣说圣殿被毁。 但是耶稣说圣殿被毁。 只有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 那耶稣离开了之后。 那耶稣离开了之后。 他就去到橄榄山上面。 他就会到橄榄山上面。 对着圣殿地坐在那儿。 他就对着圣殿坐下来。 看着圣殿。 彼得亚哥约翰安德烈就来问他。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 有什么预兆呢? 彼得亚哥约翰安德烈就来问他。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有什么预兆呢? 第三节到第八节。 第三节到第八节。 这是第二个小段。 耶稣就没有跟他说 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 耶稣没有回答他们 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 耶稣跟他说 你们要谨慎。 就是你们要看。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就是要看。 要看并且明白。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有人迷惑你们。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免得你们被人迷惑了。 有人迷惑你们的意思就是说 免得你们被人迷惑了。 神的国离开了神的真理。 将来有人会起来带走你们。 他说将来有人会起来带走你们。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看清楚这一切的事。 要看清楚这一切的事。 不要将来离开了神的国。 就不要离开神的国。 被人蒙蔽了就带走了。 被人蒙蔽了就带走了。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他说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有什么人起来呢? 有什么人起来呢? 第六节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第六节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 当圣殿被毁了 会有假基督要起来 他们这些假基督 他们是领袖来的。 他们起来会迷惑很多人 就是将很多人 带离开神的国 离开真理。 这假基督是明秀来的。 他会把很多人 带离神的国 迷惑他们。 还有你们会听见 打仗的风声。 还有你们会听见 打仗的风声。 但是末期还没有到。 但是末期还没有到。 会有打仗。 会有打仗。 你要问什么意思呢? 有的。 有假基督起来。 有打仗。 你要问什么预兆。 会有。 就是假基督会起来。 打仗会发生。 民攻打民国。 民攻打民国。 很多地方有地震、饥荒。 这个是灾难的起头。 有地震、饥荒。 这是灾难的起头。 这个是灾难的起头。 这是灾难的起头。 请你看。 在和合本有个原文有个小字。 生产之难。 你看。 河河本原文有一个小字。 生产之难。 灾难。 原文是生产之难。 灾难原文就是生产之难。 好像是末世的时候。 又有假基督又有打仗。 又有假基督又有打仗。 又有饥荒又有地震。 整个世界都改变。 整个世界在改变。 但是主耶稣说这个是生产之难。 但是主耶稣说这是生产之难。 神的国要完全的成就。 神的国要完全成就。 新天新地要临到。 其实要经过这些的灾难。 产难不是一个的宗国来的。 产难不是一个宗局。 而是一个生命的新开始。 每一个孕妇都要经过这一样的。 神的国也都要经过这个产难。 神的国也会经过这样的产难。 所以说你们要看清楚。 其实是有打仗有饥荒。 甚至有假基督来到的时候。 是有艰难的。 是有艰难的。 但是也有盼望。 其实经过这一切的艰难 就带来一个生命。 其实经过这一切的艰难 就带来一个新生命。 神的国要更加完全的成就。 神的国要更加完全的成就。 这里还没有讲到怎么成就。 但是他就说这是一个生产之难。 但是他说这是生产之难。 然后第三小段。 然后第三小段。 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九到十三节。 这里继续讲你们要谨慎。 这里继续讲你们要谨慎。 他会讲到门徒的遭遇。 他会讲到门徒的遭遇。 前面第一段又讲到整个世界。 前面第二段讲到整个世界。 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门徒会经历的。 在这里说你们要谨慎。 他说你们要谨慎。 就是你们也要看清楚要明白。 你们要看清楚也要明白。 你们会被交给工会受鞭打。 你们会被交给工会受鞭打。 然后为主的缘故在诸侯君王面前受审作见证。 为主的缘故在诸侯君王面前会做见证而且受审判。 并且福音要传给万民。 而且福音要传给万民。 就是好像是一个灾难。 好像是一个灾难。 会被鞭打会被交给工会。 会被鞭打会被交给工会。 但是却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但却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这个就是神国的能力。 这个就是神国的能力。 被鞭打坐牢。 被鞭打坐牢。 但是福音却是传给万民。 却是向诸侯君王作见证。 却是向诸侯君王作见证。 所以第十一节说。 人将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你们不需要预先忧虑说些什么。 或圣灵自然会比划你们。 十一节。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失律说什么。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 圣灵会把话赐给你们。 帝兄将帝兄父亲将儿子送到死地。 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就是那个家庭的分裂。 就是讲到家庭里面的分裂。 破坏。 并且基督徒会在家庭里面面对逼迫。 并且基督徒在家庭里面面对逼迫。 就是说神的门徒。 他会被他的亲生兄弟,同胞兄弟去出卖。 会被他的亲生兄弟,同胞出卖。 甚至他的父亲会把他送去交官。 甚至他的儿女也会起来与他为敌,害死他们。 甚至他的儿女会起来与他们为敌,害死他们。 作主的门徒会被很多人恨慕。 作主的门徒会被很多人恨慕。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神的国在幕后的时候。 神的国在幕后的时候。 当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当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在旧约。 神的子民就被劳量。 神的子民就被劳量。 被杀害。 被抢夺。 被抢夺。 这个是旧约。 这也是在旧约。 但来到新约。 当耶稣离开这个地上之后。 当耶稣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 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会是怎样呢? 会是怎样? 他的儿女一样是会遭受杀害。 一样他的儿女会遭受杀害。 边打。 边打。 被交到死地。 被交到死地。 但是神国的儿女要忍耐到底。 但是神国的儿女要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必然得救。 神的儿女要经过这个艰难。 但神的儿女要经过这样的艰难。 这里是在灾难当中。 这个是在灾难当中。 前面地点是讲到灾难的起头。 前面讲灾难的起头。 讲到整个大局势。 讲到整个大局势。 这里是讲到神的儿女在灾难当中。 他们会经历的。 这里讲到神的儿女在灾难当中会经历的。 同样神的儿女要看清楚。 这一切都会过去。 要忍耐。 我们会得救的。 面对家庭里面。 兄弟姊妹、父母、儿女的弃绝。 出卖。 面对其他的人将你们交给公会去鞭打。 面对别人把你们交到公会受鞭打。 我们要走。 带着神国的能力。 神国的权能在我们身上。 你们继续医病赶鬼全天国。 你们继续医病赶鬼全天国。 将福音传给万民。 把福音传给万民。 并且在灾难当中传出去。 并且在灾难当中传出去。 逼迫会很大的。 但是神的国会会传出去。 并且先传给万民。 耶稣跟门徒说。 其实这些事都在发生。 所以福音先传给万民。 所以福音先传给万民。 我们来到第四个小段。 十四节至到第二十三节。 第四小段。 十四节到二十三节。 你们看见哪行可毁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你们看见哪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这里讲到大灾难。 在整个大灾难里面。 在整个大灾难里面。 圣殿不单止被毁。 而且你们看见哪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 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 这里其实有一个背景。 这里其实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公元之前八几年。 在公元前一百多年。 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就是在圣殿祭坛的地方。 就是一个罗马的皇帝在圣殿祭坛的地方。 他又捉了一个坛。 并且在上面把珠献在坛上。 他的意思是要颠污、污秽圣殿祭坛。 他的意思是颠污、污秽圣殿祭坛。 他捉了一个坛就是向祖师来献祭坛。 他捉了一个坛是向祖师来献祭的。 就是献一头珠。 那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圣殿祭坛是被毁的。 是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圣殿祭坛被毁了。 祭坛是神的能力。 祭坛是神的能力。 他就是要颠污这个坛。 他叫颠污这坛。 他说行为坏可争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他说行毁坏可争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其实他就指那时已经有这件事。 而将会有同一类的事发生。 将会有同一类型的事发生。 今天我们怎么看呢? 其实很难去解释这个地方。 究竟是什么事? 今天我们很难去解释这个地方。 到底会有什么事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看到, 原本圣殿的地方今天不是圣殿。 而是回教寺。 而是回教寺。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不要回去拿衣了。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 怀孕的哪孩子的有祸了。 怀孕的哪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该祈求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业。 到今没有这样的灾难。 你们应当祈求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他说当那个行为坏可憎地站在圣殿的时候。 他说当那行为坏可憎地站在圣殿的地方的时候。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总之会有这样类似的事。 总之会有这样类似的事。 到那天就是大灾难临到。 就是大灾难临到。 他说八星十日以内你要逃。 他叫神的儿女百姓要逃。 你要逃走。 逃走。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了。 不要去家里拿东西了。 在房上都不要下来了。 不要再回家拿任何的东西。 不要再回家拿任何东西。 你们家完全没有了。 你要走人了。 你的家是没有的。 你要走了。 你们要祈祷了。 求这些日子的发生的时候。 不要在冬天临到。 你要祈求叫这些事发生了。 不在冬天。 这一个灾难是很大的。 自从神创造万物以来都没有那么大的。 他说这灾难是很大的。 自从神创造万物到如今没有这样大的灾难。 如果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你犯了血气的。 没有一个得救。 他说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但是神有恩典给他的选民。 这日子会减少。 就是神的选民。 神国的儿女会经历这些日子。 但是神有恩典在当中。 就是神国的儿女神的子民会经历这样的灾难。 但是神的恩典。 并且这个日子不会太长。 神有恩典, 这个日子不会太长。 每一段短的时间会有这样的。 会有一段短的时间遇到。 因为神是顾念他的百姓。 他说那时你都会见到有人说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那里, 又有假基督会出来。 他说那时候你会看到有人说看基督在这里, 或者基督在那里。 有人会带你们, 要迷惑你们。 有人会带走你们, 会迷惑你们。 就是前面所讲的。 就是前面所讲的。 他说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 要起来显神即其事。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而起来显神即其事。 你们要谨慎看啊,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他说你们要谨慎看啊,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主耶稣在橄榄山这一段讲话的第一大段里面。 在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话的第一大段里面。 他就不断地说你们要谨慎。 他就不断地讲你们要谨慎。 在四个小段里面, 后面三个小段都是讲你们要谨慎。 后面三个小段都讲到你们要谨慎。 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 离开橄榄山。 升上天上天。 在耶稣的时候, 耶稣也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这里已经是星期二了。 并且是星期二的接近黄昏。 而且是礼拜二接近黄昏的时候。 他离开了圣殿。 他离开了圣殿。 走到橄榄山上。 就对着橄榄山和门徒讲这一番话。 就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讲, 跟门徒讲这番话。 门徒问, 这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是什么时候呢? 耶稣的回答是你们要谨慎。 要看清楚。 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会有什么预兆呢? 会有什么预兆呢? 会有打仗呢? 会有打仗呢? 会有灾难的起头。 会有灾难的起头。 就是地的震动。 就是地的震动。 饥荒打仗。 饥荒打仗。 然后,在灾难当中, 神的百姓, 你们会面对灾难, 就是被审判, 被逼迫。 是逼迫来的。 然后,再经过大灾难。 就是第四段。 就是你们会经历过, 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在这个灾难当中, 你们要逃跑。 在这灾难当中, 你们要逃跑。 不可以回家。 不要回家。 要离开你的家。 在这个灾难当中, 要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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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灾难当中, 是会发生。 但是我有恩典。 在大灾难会发生。 但是我有恩典。 在这个大灾难里面, 你们不可以跟那些假基督。 在大灾难里面, 你们不要跟假基督。 因为这个日子,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日子没有人知道。 并且这些假基督, 假先知会有神迹歧视。 就把你们迷惑了, 就带走离开神的国。 把选民迷惑了, 就带走离开神的国。 你们是要谨慎。 我将这一切告诉你们。 你们要谨慎。 我已经把这一切告诉你们。 其实耶稣就是说, 他离开世界之后。 其实耶稣说, 他离开世界之后, 这个世界会怎样? 叫门徒要谨慎。 叫门徒要谨慎。 他站在橄榄山的圣殿。 他是站在橄榄山上, 看着圣殿。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人子要离开了。 他要上十字架。 他要上十字架。 之后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他叫门徒要谨慎。 他叫门徒要谨慎。 第24节至到37节。 第24到37节。 我给了一个标题是, 人子近了, 你们要警醒。 我给他的标题是, 人子近了, 你们要警醒。 前面是灾难临到。 前面是灾难临到。 灾难之所以是惨难。 灾难之所以是惨难。 其实就因为经过这些灾难的时候, 人子就会临到了。 其实就是经过这些灾难之后, 人子就临到了。 那如果门徒要问什么预兆的话。 就是这些灾难, 这些假基督就是预兆。 这些灾难, 这些假基督就是预兆。 他说人子就到了。 他说人子就到了。 你们要警醒。 在这里分为两个小段。 这里可以分两小段。 24至27节。 24到27。 就是灾难之后了。 灾难之后。 灾难之后是大灾难之后, 我们就是会看到, 是日头变黑, 月亮不发光, 众星从天上聚落, 天势震动。 就是整个大地都在震动改变。 那灾难之后, 日头会变黑, 月亮不发光, 中心要同天上聚落, 天势要震动, 就是整个天都会改变。 就是天势震动的过程里面。 你们会看见, 人子大有能力, 大荣耀, 加云光临。 就是天势都要震动的时候, 你们会看见, 人子大有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他要猜现天势, 他的树民从四方地极招到这里来。 他要猜现他的天势, 把他的选民从四方招聚到这里来。 是神会招聚他的百姓。 神会招聚他的百姓。 人子会驾云从天上, 大有能力的降临。 人子会驾云从天上, 大有能力的降临。 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在降临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橄榄山。 以色列人来说, 神降临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橄榄山。 耶稣现在就坐在橄榄山那里, 和门徒讲这番的话。 耶稣现在正坐在橄榄山上, 根本都讲这番话。 耶稣说, 我会离开以色列。 我会死, 被交给人。 我会被交给人。 被钉十字架。 被钉十字架。 三天后复活。 我会升天。 然后我会再回来。 然后我会再回来。 坐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回来的地方。 就是我回来的地方。 这个地方, 在旧约是神的荣耀, 离开以色列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救约神的荣耀, 离开以色列的地方。 今天这个地方, 我的荣耀会再回来。 从这里回来。 地大震动。 天势震动的时候。 天势震动的时候。 我就要夹着云回来。 我就会夹着云回来。 并且我会从四方将人招聚。 并且我会将人从四方招聚来。 有什么招聚呢? 有什么招聚呢? 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大段的第二小段。 第二大段第二小段。 二十八至三十七段。 二十八到三十七段。 你们从无花果树学比方。 你们从无花果树学比方。 当无花果树枝子发乱长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更要。 他说无花果树当树枝发乱长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尽了。 就是当以色列。 就是当以色列。 发乱长业的时候。 发乱长业的时候。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句话很重要。 对犹太人来说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当他们复国。 就是当他们复国。 1948年他们复国的时候。 就是1948年他们复国的时候。 现在复国七十年了。 就是他们枝叶发乱的时候。 就是他们枝叶发乱的时候。 夏天就到了。 就是夏天到了。 这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成就。 有一个人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就是说其实整个以色列国是一个预兆。 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是一个预兆。 当以色列复国了。 当以色列复国了。 当耶稣的时候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的。 他们是亡国的。 他们是亡国的。 并且一路一路经过很多年。 并且一直一直这样经历很多年。 去到公元之前1948年他们就复国。 到了公元后1948年他们就复国了。 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就觉得已经是去到末世了。 那当时对犹太人来说觉得这已经是末世了。 人子要回来。 人子要回来了。 就是他们会这样解释。 他们会这样解释。 他说看见这些事人子就更了。 正在门口。 耶稣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呢。 这一切都要成就。 天地要回来。 他的话都不会廢去。 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的。 人子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人子都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所以问题是什么呢? 就不是我们在那里计。 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问题是什么呢? 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 问题是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只是知道很近了。 只知道很近。 但是我们要谨慎、警醒、祷告。 但是我们要谨慎、警醒、祷告。 这个谨慎就是不要睡觉了。 我们要谨慎了。 我们要谨慎了。 要明白了。 我们要祈祷了。 我们要祷告。 在这个地方耶稣再讲一个比喻。 在这个地方耶稣再讲一个比喻。 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 他说政府一个人离开本家。 寄居在外邦。 即是出去旅行。 他出去旅行了。 将权兵交给他的仆人。 他把全民交给他们。 分派他们当作的功。 又吩咐他们看门的警醒。 又吩咐看门的警醒。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叫你们警醒。 我叫你们警醒。 也是对众人讲的。 耶稣就跟门徒讲。 我会离开这个地方。 就好像一个人离开他的本家, 去到外邦。 其实耶稣是回天家。 这个人离开的时候, 他将权兵, 将一切交给他的仆人。 这个人离开的时候, 是把他的权兵交给一个仆人。 你们是我的仆人。 但是我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不知道。 但是我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不知道。 所以你们要警醒作供。 所以你们要警醒作供。 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免得入了迷惑。 你一入迷惑, 你就不会工作。 一进了迷惑, 你就不会工作。 所以门徒, 我会离开的。 他对门徒说, 但我有一天会回来。 我会离开, 但有一天会回来。 在我还没有回来之先。 你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你们要警醒, 你们要警醒祷告。 你们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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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回来。 但是我跟你说, 你们要警醒, 但是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警醒祷告。 你们要谨慎, 要明白这一切的事。 你们要谨慎, 要明白这一切的事。 好好地祷告。 好好地祷告。 你们会面对灾难。 但是我有恩典。 但是我有恩典。 神的国最后会这样成就。 神的国会这样来成就。 这里是讲神的国如何成就。 神的国的成就其实是经过灾难。 神的国的成就一定会经过灾难。 然后人子来到。 而神国的百姓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要谨慎。 而神国的百姓, 我们在这里面一定要谨慎。 我们再看。 我们来再看。 这样。 第29节。 这样你们何时看见这些事, 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29节。 你们看见这些事成就, 也该知道人子进了, 正在门口了。 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已经近了。 正在门口。 无花果树已经是发乱掌业。 无花果树发嫩掌业了。 以色列是这样。 今天我们都知道。 今天我们也知道。 人子也近了。 人子也近了。 Amen。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